其實一個人懂得去跟一個群體或者我們的朋友 初相或者妥協或者遷就 明白別人的想法感受是一個很重要的生存技巧 但如果小朋友他們的年紀小通常是自我中心一點 但家長真的應該幫他們繼續去培養 去懂得初相妥協等等的技巧 但如果我們什麼都遷就小朋友 其實他們永遠都停留在小朋友的自我中心 所以在一個家庭裡 例如去哪裡吃東西 或者去哪裡逛街 當然年紀很小的小朋友我們大多數都會遷就 但去到小學 我們應該嘗試一下 有些時候是遷就爸爸 有些時候遷就媽媽 有些時候遷就哥哥 或者大家輪流 但如果我們每個都是遷就小朋友 其實他們的世界只有我 也都是我們日後看到這些人 通常都是很自私 只是每次都想別人遷就他 那些日後很難是一個受人歡迎 或者得別人喜愛的人 根本 太大了